联邦法院伍斯今日一致驳回 纳吉要求纳入新证据和其辩护律师郑保德 要求展颜终极上诉的申请 纳吉在一天内一连两次受到打击 以联邦法院伍斯为首的首席大法官东姑麦瑞说 纳兹兰之前在银行任职与纳吉的控罪并无关联 因此预令继续审理主上诉 所谓的新证据跟案情无关 也无法显示高庭法官纳兹兰存有利益冲突 尽管如此 纳吉首席律师郑保德继续死缠烂打 要求展颜此次SRC案件的终极上诉 郑保德要求联邦法院允许SRC案件的 最终上诉零审延期三到四个月 并强调这并不是拖延审判策略的手段 而是让纳吉在不久前才委任了新的律师团队 有足够的时间做好准备 郑保德说 他从业多年 除非必要 他一般不会到法庭要求延期审理 他指出 从新律师团队在申请纳入新证据的审讯中提出许多有利证据 可看出该团队的诚意 我告诉自己 如果我来到法庭并要求展颜临审另外三至四个月的时间 这意味着法院将在上诉庭宣判做出裁决一年后审理此案 在这情况下 那并没有展颜很久 主控官拿督西弹科兰在郑保德提出上诉要求后 说明控方交由法院定夺此事 在联邦法院首席大法官敦东姑麦蒙宣布短暂休停后 与其他四司再度驳回他 要求法院展颜终极上诉的申请 东姑麦蒙随即宣布休停 联邦法院将于本周四早上九时三十分开始 临审纳吉的终极上诉案件 值得一提的是 在法院还没驳回纳吉纳入的新申请的休停期间 纳吉夫人拿听司理罗司马惊喜现身司法公 相信是道场为丈夫拿督司理纳吉打气 给予精神支持 罗司马是在下午一时零六分抵达法庭 并面带笑容的向媒体记者挥手示意 根据时间线 罗司马当时对法院驳回纳吉的新申请 还不知情 纳吉目前正在庭内 与其代表律师团队成员进行商议 根据报道 纳吉召开记者会 对法院对他的裁决感到震惊和失望 我对这个决定感到震惊和失望 滨海战舰LCS至今仍然未完成 因项目内包含豪华的顶级设备 由前总机查斯丹斯里安比林领导的特别小组透露 六艘尚未完工的滨海战舰 其巨额资金用于购买备件 甚至是电视机 根据国会公共账目委员会PAC对LCS计划的调查报告 以故特别小组成员拿督莫哈莫塔沙列表示 合约是基于任何活动或行动都被视为进展 政府只需要支付费用这样的方式草拟 我认为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当战舰还没有准备好时 已经把很多钱都花在了备件上 我以为他们会确切的知道他们应该付多少钱 应该什么时候买 因此如果存在不健康的元素就要购买 你知道的 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快速拿到钱 有关报道是由新报媒体集团顾问拿督斯里黄振威 根据公账会针对LCS项目的调查报告所撰写 据报道 负责主导LCS项目政府行政管理财务集采购调查委员会的安比林 向公账会共证实说 这是不同的事 莫哈莫塔沙列说 委员会想向公账会表明 钱只是被花掉了 只是要向你展示或证明 这有多么疯狂 他们只是因为钱货合约就在那里而购买 所以我们必须支付 合约里所说的活动意味着你买任何东西或做出行动 你都要付钱 他形容 LCS项目是由承包商驱动的 因为最终用户 也就是海军的观点 并未在需求方面获得认真对待 这就是为什么从Sigma到高引型号的改变是在几天内完成的 定价的谈判也是在几天内完成的 这原本是不可能的 除非有黑手参与其中 否则我认为特别调查委员会面临的最大问题是 作为最终用户的军方 从未在议程上占据重要位置 报道指出 海军曾要一家荷兰公司设计的Sigma型号 涉及法国的战斗管理系统CMS 不过莫失得海军造船厂私人有限公司BNS 最后选择高引型号 和增强型舰艇战术信息系统SETIS CMS 大马皇家海军前首长 丹斯里阿都阿兹 告诉攻占会 高引并非是一个经过验证的设计 而Sigma已经在 印尼和摩洛哥等数个国家运作 公正党属里主席拉菲兹重申 纳吉在滨海战舰丑闻难辞其咎 并要求对方必须解答为什么 一个只成立45天的分包商 能够为该国的主要国防项目所求1.78亿零级的费用 他批评 近期伊斯兰党 巫统与土著团结党组成的政府 挑起人民的愤怒 旨在转移焦点 而这些都是纳吉的宣传 目的是让人们相信 他在滨海战舰项目上 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 只是推迟了该项目 为什么滨海战舰的设计图 会在最后一刻被更换 甚至有别于最初的设计图 即西格马 Sigma护卫舰改为追风级Gowind护卫舰 谁能比当时的国防部长 拿督斯里阿末 扎西更有权来影响决策 为什么滨海战舰的主要承包商 莫施德海军造船厂有限公司 会委任分包商 是不是为了隐瞒其中一家分包商 GCNS与纳吉有关联 为什么两个主要配套的成本 在经过两个分包商后价格翻倍 从3亿9700万令吉标高 至12亿令吉 拉菲兹表示 滨海战舰项目的建造初期 国防部与财政部就已经发放大笔拨款 而这些拨款都是由时任财政部长纳吉批准 滨海战舰项目调查报告显示 该项目的第二个分包商 Controvest Electrodynamics Devices 在获得委任合同的当日 便向政府索取一亿7800万令吉的开工费 而该公司当时只成立45天